先是要求药局要增加进货量 钱给了但是药品却没有到 居然超过有300家的药局 全部预付了货款 还才发现说这家生计公司 其实已经仍去楼空 算一算金额居然超过有一亿元 还没有拿到额约书 但是已经切出现金票 药局代表拿出支票 钱给了但药一盒都没送到 受害的超过300家药局 都向同一间生计公司买药 金额居然获一元 高雄之间代理多家知名品牌的生计公司 扮演上游大盘商的角色 代理胃散跟感冒药等药品 通常是开支票向药厂批货 再把药品卖给下游药局收现金 但药局却发现生计公司 以各种理由要求增加进货量 或是预先支付货款 结果跳票公司仍去楼空 初估300多家药局受害 金额高达上亿元 这个药品要涨价了 你要不要趁还没涨价之前 多买一些 去过了他的营业地点跟仓储地点 求信的负责任没有办法找到 还有拒绝规避跟妨碍的部分的话 会依照药事法第92条的规定 出3万到200万的罚款 用药品要涨价当理由让长期合作的药局 全部签出现金票 钱没了 药也没拿到 全部上当 怀疑生计公司早就做好脱产准备 连卫生局都找不到人 目前除了报警 也希望让卫生局处知道 能帮个忙 别让药局写本无归 喜酒菜五言叶正宇林志会 高雄报道